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子 快谢谢帝君 白浅为心地说道 团子拜谢东华帝君姐夫 还给东华恭敬的行了个大礼 凤九此时才反应过来 东华这是 哎 算了 他说的也没错 男孩子是该多学一点 一顿饭 就在尴尬的气氛中 尴尬的吃完了 一日 团子就开启了拜师学艺生涯 离开了夜华白浅 更是离开了常去喜无功的凤九 开晨宫内 四命早已猴在大殿之上 看到东华牵着凤九走了进来 赶忙迎了上去 小仙 参见帝君帝后 四命 你来了 凤九看到四命很是亲切 自然是笑着打招呼的 东华则是一脸令人捉摸不透的表情 带着凤九坐到了大殿的座榻上 方才开口 四命 地后与天后已经将你成立上来的命不修改好了 你看看 如果没有什么 便吩咐下去吧 四命恭敬的上前双手取过画本子 是 小仙 遵命 哦 对了 你不在的日子 就把你的工作暂且交给你下面的新君吧 想必也出不了什么事情 是 小仙 遵命 遵命的面色丝毫未改 因为东华之前就说过 帝后不能忧心 虽然不会流露出来 凤九在一旁听的云礼物里的 不解的问道 东华 遵命要去哪儿 不去哪儿 只是我们在桃林这两年 他打理太陈公辛苦 本帝君给他休个假 休息休息 去逛逛走走 走不过两个月就回来了 东华一本正经的说道 遵命也随声附和 小仙多谢帝君帝后体恤 带小仙游历归来 自当客禁止守 哎呀 四命 我好羡慕你啊 你记得回来告诉我 都有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哈 凤九流露出一副羡慕的表情 可四命却富匪 好玩的事情 你自个儿都看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呢 但还是 恭敬地回道 是 小仙遵命 无事 便下去吧 小仙告退 自命拱手行礼 退出了大殿 手中紧紧拽着方才东华给的命部 出了太陈公 老远才敢打开看看 这不看 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可比帝君那个厉害多了 这帝后和天后究竟是怎么样的脑子 能够想出这样的画本子 这都是自己这么多年画本子中的精华吧 自命凯探自己的命运 以后这画本子还是好好珍藏着比较好 到头来坑的是自己 自命下凡的结束定位先界两个月 凡间六十年 这倒是与当时帝君下凡的时间相吻合 只不过一个下凡为帝王 一个下凡却是一个文弱书生 名为司空明 家境一般 父母皆病痛缠身 但因自身聪明过人 过通世书 学业尚可 以见钟情 与一位下信女子小雨 本打算在高中科举之后 给亲成亲 成就一段佳话 无奈 小雨为江南宁门下家之后 生来就是为帝王之妃所生 一朝入选深宫内 同此在见为路人 自空明得知小雨即将入宫做王妃 随废数月 破过了科举 弃死了双亲 但还是放不下小雨 周日酗酒成性 好好的书香之人 结交了一些市井之徒 总有之下 会到自宫 入宫 作为宦官一名 想陪伴在小雨的身边 入宫后 因为本身略同文墨 所幸得到宦官总管的重用 一级一级的提拔 进入了御书房伺候笔墨 而此时的小雨 却已经是皇帝的宠妃 她满心欢喜地认为 小雨还是当初的小雨 也许他们还能有朝一日 双双偷偷出宫 自首一生 殊不知 在小雨入选进宫之时 小雨就已经改变了心意 也许是家庭的教管理念 诠释金钱 地位 比所谓的书香更为重要的多 于是 小雨进宫后 父母受益 使出了浑身魅术 重的皇帝的宠性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后宠宠妃 即便在御书房看到司空明 不过是一记白眼 一声冷笑 当着司空明的面 还能坦然地与皇帝产媒调斗 遭手弄姿 甚至毫不避讳的雨水之欢 对空明心有不甘 忠得一机会 与小雨摊牌 小雨早已变心 句句绝情话语刺痛司空明的心 甚至更当着司空明的心 与守门将士苟且 来告诉司空明 当初与他不过是逢场作戏 何必当真 司空明方才悔悟 自己这几十年算是白过了 气死了双亲 自己也落得一个残了的身子 爱错了一个人 走上了不归路 谅言要告知皇帝 与小雨同归于尽 却不想被小雨陷害 说司空明起了歹心 欲占自己便宜 信得守门的将士解救 于是司空明获罪 双目失明 双耳失聪 赶出了宫门 而小雨继续她宠妃的生活 在皇帝与将士之间游刃有余 好不快活 被赶出宫门的司空明 本想投奔亲戚 却想起所有的亲戚都成归徒 一或者不知所踪 或者就是听说她的事情 都不愿意惹祸上身 避而不见 装作不认识 打发叫花子般 给两个铜钱 自身自灭 最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既喊交迫 在一个破窑洞里 隐和而终 自命看着这样的命波 真是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有点儿老泪纵横的意思了 自空明这一生到底在干什么 心想 还是脑倒失失在九重天待着该多好啊 或者去找普化天尊领的刑法 躲不过腾几日也就了事了 这下凡的六十年可怎么过啊 自命想得出声 难过得很 坐在瑶池边 摇头叹气 哎 路过瑶池的成语 一把抢过自命手中的命波 翻看了起来 自命 这是你珍藏的画本子吗 你这可不厚道啊 有好看的画本子 都不跟我们分享啊 太不够朋友了 援军 快将命波海宇小仙 自命想上前去抢 被一旁震倒来的连颂 用折扇给挡了下来 哎 自命 你就给阿玉看一下吗 这些日子 他跟着我巡视四海 也着实无聊极了 给他乐呵乐呵啊 当帮我个忙 三殿下 这不是小仙不帮忙啊 实在是 哎 算了 看就看吧 自命叹了口气 成语边看着 边凯探道 自命 这是你写的命波啊 你这心也太黑了点 这个人真是惨 我成语都不忍心了 嘖嘖嘖嘖 哎 原君是个明白人 自命拱手一礼 总算还有个心疼的 倒也不枉朋友一场 不过吗 这写得太爽了 下次有这样的话 本子多带几本我看看哈 让我也乐呵乐呵 成语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 给自命当头棒喝 直直地摇头 拱手道 早先还有事要忙 三殿下 原君 先告辞了 自命走了几步 回头嘱咐了一句 帝君帝后已经回宫 无事就别去打耳啊 帝君吩咐 帝后需要静养 成语和连颂望着私命的背影 总觉得今日有些奇怪 阿玉 你觉不觉得私命有些奇怪 嗯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今日这是怎么了 挨骂了 不会啊 有凤酒在 并会为他解围的 帝君不会拿他如何啊 要不要我们去太成功看看 连颂敲敲敲成语的头 说道 你忘了刚才私命的话了 帝后需要静养 没事别去打扰 那又如何 我和凤酒是朋友 是姐妹 去看看不行吗 你是不是怕了帝君不敢去 你不敢去我自己去了 说完 就往太成功去了 连颂无奈 看着成语的背影 哀叹一声 只能硬着头皮跟了过去 心里纳得愿啊 太成功不是好惹的 最讨没去啊 唉 连颂感觉到一片乌云正在头头飘着 自命下凡游历去了 太成功门前的守卫 重新换了一批 是帝君昔日坐下的先锋 为宝凤酒安全 特地差私命传唤过来的 成语是肯定不认识他们的 还当着一般的守卫 讲着自己和连颂 是太成功的常客 无需通病 直接进去的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